大家好我是叫你小生 今天的兔年生肖宝台价格涨了好几十块钱 也可以说是暴涨了 毕竟要说暴涨了才有话题才有牛量 其实前几天我们的视频里面一直在说吧 现在什么酒最值得入手 小生手要推荐的是375毫升的兔年的礼盒 因为我算一下觉得375的 具有三个非常好的优点 可喝 可送 可藏 指的是您直接喝性价比和飞天茅台 价格差不多很划算 可送人因为它是礼盒装的很大气 可藏指的是现在的价格我认为是一个低谷 那么只有一个月就要停产了 停产之后价格是比较涨一些 这个逻辑分析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今天其实我得到了一个小道消息 为什么要说小道消息呢 因为并不是很权威 一个朋友给我说的 12月份是没有500毫升兔年茅台的计划的 也就是说12月份就不生产兔毛了 所以兔毛的不仅12月份没有 更没有这个完产的情况 市场上一度会缺这个兔年500毫升的 所以价格就涨了 但375的12月份每个经销商还会再继续到一批货 所以朋友们可以去看啊 对比去年的虎毛也是在停产之后价格又涨到过少 所以真的如果要从那个短期投资 短期想搏一下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兔毛是相当不错的 当然以上呢都是小生自己个人的一个分析 谈不上专业 如果能给您带来帮助呢更好 如果您听了我的话 去买了茅台亏钱呢 您也别约我就行 好嘞 咱们到家了 准备上楼 今天在回家路上想着来更新一期视频 毕竟每天保持日更 已经是咱们的一个习惯 保持一个好习惯 每天和朋友们见面 看了视频啊 别光记着看 记得点点关注 点收藏 转发 评论 谢谢大家